最好的幾位朋友,比如說王菲,你們倆是很好的朋友,在你很困難的時候,包括他很困難的時候,你們怎麼樣能夠給彼此這種精神的幫助?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交朋友還是要講緣分的,因為我覺得我跟他也是有緣分的,其實我們並不是每天通電話,每天聯繫的,但是我覺得我們都是彼此欣賞,彼此的戀愛,彼此的尊重。 所以他有什麼事,我會當做自己的事一樣,去為他做一些什麼。 你們也沒有怎麼在一起工作過,因為我看到報道的時候,你們倆認識的第一句話是你走過去跟他說,我很喜歡你。 然後他說,嗯,好。 他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木讷,比較酷的一個人,他也是善於表達自己的一個人,他跟我老公差不多的,很怕人的。 只要在一個很熟悉的環境裡面,他才可以放鬆。 現在非常聰明,在一個很熟悉的環境裡,他都很熟悉的環境,而且他就很熟悉。 他都很熟悉的環境裡面,他就很熟悉的環境,他就很熟悉的環境。